端午節除了吃粽子之外 營養師說我們也可以吃茄子 可是你不吃那個茄子天婦羅 對 因為茄子真的坦白講 它營養價值很高 互心互腦又有花青素 但是它是所有蔬菜裡面 吸油率最高 大概接近50% 所以如果茄子經過油炸 或是外面自助餐用油炒的 基本上我都會避開 端午節快到的時候 要吃這三種蔬菜 那比如說茄子的話 我們台語叫薑仔 然後薑仔他就說 吃薑仔會 台語說會燒到 那燒到它的意思換成國語是 其實是有點像意氣風發 吃這個菜刀 菜刀吃到老老老 菜豆它其實有個好處 它是葉酸含量很高 所以我們針對三高病人的話 如果在吃種植的時候 多吃一點菜刀 它的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那這個不瓦其實它有個好處是 它在所有蔬菜裡面 熱量特別低 所以你看它有時候 它會包在那個水餃裡面 就降低這個熱量 吃瓜水餃 對對對 所以這個三道蔬菜 其實是現在夏天 其實是很好的蔬菜 好 馬可老師 這是茄子大官員 好多茄子 很多茄子 現在茄子種類很多 那像這個是台灣的長茄 長茄 對 我們又廚稱它叫糯米茄 糯米茄 吃起來其實口感非常的 就是Q軟 那這個其實這種茄子 比較長茄的 我就會告訴大家 這個比較適合去涼拌 那像這些原茄 日本茄這些 它吃起來比較Q彈 那其實建議大家其實就把它切成濕 去炒 炒起來會比較有口感 對 那剛剛伊莉營養師有講到 茄子吸油率很高 對 然後我先來讓大家看看 茄子多過會吸油 這是油炒過的茄子 油有多高 你看你紙巾一放上去 不到幾秒鐘它就吸飽了油 它是吸油的 對 因為它吸油率是真的很高 所以它不吃茄子天然 對 今天過後就會吃了 今天就要來教大家怎麼樣去燙茄子 對 可是茄子燙起來之後都會變這樣 對 心情很不美麗 對 就很醜 其實我們就是要保持它 不要接觸到氧氣 就是不要讓它去氧化 所以其實你在燙茄子的時候 是有訣竅的 對 第一 我們在燙的時候 我們茄子就切薄一點 不然你吸越厚要燙越久 那第二呢 就是你要不要讓它接觸到空氣 不要接觸空氣 其實就是你要把茄子往水裡面壓 把它全部抹在水裡面 所以我們就先準備一勾滾水 那水裡面呢 你可以放一些醋 或者檸檬汁 幫助它定射 把它丟下去的時候 動作要很快 要趕快把它往下壓 讓它整個抹在水裡面 這等於是秘訣啦 對 這是作菜的秘訣 你就把它整個往下壓 那壓的這個過程 大約你要燙30秒 然後在這個過程 建議大家要準備一鍋冰水 要迅速撈起來讓它定射 可是這鍋冰水 我要告訴大家 先準備 你不要把茄子放上去 那我到底是要壓 還是要去準備冰水 茄子已經定射了 所以它也不會變色 也不會變得不美麗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撈起來 然後趕快讓它去冰鎮 對啊 真的耶 對 茄子就會讓你 顏色 顏色變得很美麗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來調一些 我們非常營養的一些蔬果 你新的蔬果都有 今天營養師就講到番茄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倒點橄欖油下去 所以你可以放點紅洋蔥 蒜頭 這些都好東西 對這些都是很營養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加點橄欖油跟醋 你推薦的 人要吃個好油 沒錯 好油好醋 而且夏天這樣吃就非常的清爽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要調味嘛 那茄子還在冷靜當中 我們就來點糖 家裡沒有糖也可以來點蜂蜜 然後來點義大利綜合香料 香料 對香料 好 黑胡椒 黑胡椒 對 好 最重要的我們的橄欖油 番茄 也是要加點油脂下去吃嘛 剛剛我們的伊利營養師有彈到 這個時候你的茄子差不多都已經冷靜好了 對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放下去了 可以出來了 出來見人了 是的 所以顏色還是很鮮豔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搬下去 所以它就不是黑的了 對 不是黑的 為什麼前面有一盤雞腿呢 要告訴大家 如果各位媽媽們不小心 之前沒有學過這個方式 真的不小心把茄子 燙成像這樣不美麗的時候 其實教大家一招 你還可以把茄子倒成泥狀 然後跟起司和一和 把它殺到雞腿裡面去扛 對 了解 再把它變美麗一點 藏桌 但是營養價值一樣在 像這個 這一道算南義大利菜 這個叫薩尼肉涼拌茄子 這樣就完成了 太棒了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 FB 點贊 謝謝 hundreds 謝謝 今天 是 空字